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是疲勞頂扣的司機大哥 怎麼那麼多人都疲勞頂扣 沒錯 我相信不只是他們 現代人因為工作很繁重 又經常久坐 甚至不運動 所以身體都呈現 非常僵硬的狀態 這時候如果你只依賴按摩 或者是一些穴道貼片 那個是治標不治本 你真正需要的是活動你的筋骨 一起來一場放鬆小旅行 所以今天我就要帶大家 到桃園去鬆一下 鬆一下你的筋骨 也鬆一下你的心靈 你給我一點時間 我給你一場豐富的旅程 還有一副全新的身體 這個筋骨據說還會在 太極裡面打坐 我就說來這邊真的是可以 吸取日月精華 這裡真的就是一個 風水很好的地方 所以大家如果來這個咖啡廳的話 挑選這個位置 你就像是以前的醫生一樣 對 你坐在家對面就是病人 大家不要選錯 這個是樟木板 這個是檜木板 但是被我們放在同一塊的 櫃門上面 他們是失散多年的軟身兄弟 老師 你們很特別 你們麻糬 你們看這個真的不是說在作秀 在家裡蒸過來的口感就不一樣了 因為熱熱的是最好吃的 這個滑水道它就在 汽車旅館的房間裡面 是你專屬的滑水道 透過玩水這個過程 讓你的肌肉完全舒展 這樣 妳要坐下來我比較好 對 再一次 這是妳的滑吧 要 妳們要 到了 好可怕 妳在這邊 好可怕 有些人會說 桃園並不是一個旅遊觀光發達的 城市 所以來到桃園好像 不知道應該怎麼玩 但是我告訴大家 桃園其實有很多 神秘的景點 譬如說我今天要帶大家 到桃園鬆一下 放鬆一下 我們就來到這裡 對 一間鐵皮工廠 我要帶大家來做苦力 就是稍微運動一下你的筋骨 有沒有 鍛鍊一下你的肌肉 不是 它看起來是一間鐵皮工廠 可是在這個鐵皮工廠的後面 它有一個非常非常耐人尋味的景點 這個 一定要熟悶熟入的人才會知道 不相信 我證明給你看 有沒有 是不是很神奇又很神秘 在一個鐵皮工廠的後面 竟然有一棟古色古香的建築 這個建築看起來跟一般認識的古厝 又有點不太一樣 進去瞧一瞧 你看這一間古宅 它不只位置非常地神秘 走進來室內之後 你也覺得它的整個氣氛 非常地高深 因為有一個聖光從屋頂上面 這樣照耀下來 感到好像你會被打通任督二脈 因為很像是武林高手 在休息武功的地方 吸收日月精華 一定有武林高手在這裡住過 我想 這裡並不是什麼武林高手的地方 是爐竹大夫地 社長老師 所謂的大夫地是什麼意思 是常常講 那個大夫…醫生所居住的地方嗎 不是 一般大夫的話就是講醫生 這個士大夫 他是做官的 對朝廷有功 皇帝頒發給他的 地的話就是他的皇子 它是徽派的建築 徽派建築它的特色就是木雕石雕 木雕石雕的話都是在裡面 磚雕就在外面 所以你會看到 剛剛白色的外牆 它就是一般的 他們的碼頭牆 其實也是他們的特色之一 所以它是比較安徽式的建築 對 徽派的建築 這間也有百年歷史的大夫地 原本坐落在安徽 是屋主一磚一瓦拆解後 運送至台灣細細重組 才在爐竹重現這書箱宅底 白牆 戴瓦是徽派建築 最大的特色 但在清秀的風格之中 也有豐富細膩的裝飾 鑲嵌在建築之間 我覺得歷史建築 有時候它非常耐人尋味的地方 就在於說 它的整個建築裡面 有很多忠永結義的故事 或者是也暗藏了很多祝福 或者是祈福 對 因為這個是織福 所以祈福希望祂自己做官 長長久久的話 所以祂的橫樑上面 雕刻有九隻獅子 我剛本來想問老師說 為什麼是九隻獅子 不是九隻龍呢 因為廟宇裡面都是龍 後來想到不行 雕龍會被皇帝砍頭 對 因為一般的話 就是以前君主制度的話 只有皇帝才可以刻龍刻鳳 一般百姓刻龍刻鳳 就是會被砍頭的 這個最為知府大人 所以它也只能刻獅子而已 其實除了木雕 非常地精雕細節 也很精采之外 旁邊的石雕 其實也有很多的含義在裡頭 對 中間如果雕刻瓶子 代表著平平安安的意思 雕刻不同的四季花草樹木 代表著春夏秋冬 另外它我的後前 跟我右手邊的後前 就是以前讀書人六億中 其中四億的 琴琦書畫 其實琴琦書畫四季平安 這樣雕琢起來 它象徵的不只是主人家 它這個非常文雅的氣質 也象徵說希望後代子孫 可以多讀書 多增加自己的涵養 磚雕 木雕 石雕 是灰式建築中的三雕 因此大覆地的門罩 漏窗 銀柱上 都有許多豐富精巧的細節 為求升官發財的意涵 漏窗上更以土地宮雕像 取代一般較常見的花鳥 或吉祥 處處都有深刻的寓意 老師 我發現這個大覆地裡面 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它有兩個天井 在古宅裡面也許有些有天井 可是為什麼它有兩個呢 對 一般天井的話 就是長方形居多 因為這個知府它是姓鳳道教 所以它有一方一圓 古時候的人講規跟舉 就是圓跟方了 它希望教育它的後代做人處事 循規蹈矩 你會看到這上面的八仙 腳底下有一圈 它雕刻有十二生肖 這十二生肖就是知府家中成員 有什麼生肖的話 它就刻什麼生肖上去 刻滿了以後它就不會再刻了 另外這個知府據說還會在太極裡面 打坐 吸取日月精華 是不是 我有說 洗穴它一生地睡去 我就說來這邊真的是可以 吸取日月精華的 所以是真的 只是說現在我們當然 我們不是大官 我們不像知府一樣 可以到這個裡頭裡 但是這裡真的就是一個 風水很好的地方 天井是整個大覆地的中心 加上高宅 深井 整體格局充分說明了 灰式建築的特色 同時天井刻意不做屋頂 讓代表財富的雨水能流進來 也兼顧了風水 在這裡不但能看見 書香世家的品味 也見識到了後時的建築文化 大家知道 我本身是在桃園出生的小孩 我們的導演 他也是桃園子弟 所以桃園這個地方 可以等於說是 GoGo Taiwan的尬頭之一 在這裡也有很多的好朋友 所以來這裡有朋友指點 我們必達之處 就是最在地的了 我身邊的邱大哥 你好 邱大哥 這次來桃園 要鬆一下 因為大家筋骨很硬 所以要鬆一下的旅程 你推薦到哪邊 我現在也接妳到一個老房子 以前是診所 現在變成一個咖啡廳 診所 還好它現在變成咖啡廳 因為我剛聽到診所的時候 愣了一下 我想說 我還沒有病入膏肓 我不需要看醫生 這邊是輕鬆的地方 輕鬆的 所以不需要看醫生 但是在咖啡廳裡面 可以鬆一下 感覺非常地放鬆 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地方 就是邱大哥 你推薦的診所改建咖啡廳嗎 有60年了 這樣 這個地方 我們的櫃台的地方是 以前的掛號的地方 病患進來 這邊先掛號 再來這邊 這邊看醫生 醫生就坐在這邊 坐在第一個 第二個位置這裡 所以大家如果來這個咖啡廳的話 挑選這個位置 你就像是以前的醫生一樣 就是坐在醫生的主位就對了 坐在它對面就是病 大家不要選錯 有風水的 但邱大哥 我知道有很多 所謂的老診所 它如果說有改建 或者是在做利用的話 通常都是診所本身的主人 就是醫生的子弟 把自己的診所重新做診修 所以邱大哥本身也是 醫生子弟嗎 沒有…我是醫生的 我以前老家住對面 我跟現在他們的房東是 小時候的玩伴 這樣子這個緣分好深厚 有 四隻幾年都有 既然房東是20萬半 你又幫他做了診建 修復了老房子 他租金有算你便宜嗎 有…有算一點便宜 那就好 所以來到這裡不只是喝咖啡 你可以慢慢地感受一下 這種老房子的氣息 它真的也是可以讓我們 整個人很鬆一下的那種感覺 沒錯 帶著陽式建築風格的舊診所 有獨特的韻味 抿石子牆面 磨石子地板 流露出一種復古時尚 原本診所歇業後 它也荒廢多時 多處損壞 但本身就是室內設計師的 邱大哥 還是會演獨具看見它的特別 重溫了老屋的生命 在這個舊診所改建的咖啡廳裡 我很喜歡這個區域 這個就是很多老房子 都有的天井 對… 可是我知道一些住家 它是有天井的 我不知道說以前診所 也會有天井 有 其實妳有沒有發現 以前很多老診所都有一個天井 而且它會有水池 會養井裡 為什麼 因為這樣 我個人是覺得可能是 小朋友來還是客人來了 他看到魚在游泳 他會放鬆心情 可是天井的修復 還有整個水池的修復 應該也非常地困難 對 原本這個都已經壞掉了 而且這個買不到的東西 那怎麼辦 就是我們用木頭去做 然後妳應該看不出來 我們修復 我看不出來 這個是原本的 對 原本 有凍的就是原本 那修復的是 那個跟這個都是修復的 太厲害了吧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要看細緻的地方 就是因為那個是風化 有歲月的痕跡 然後修復的 其實它在顏色 質料 或是觸感上面很接近 但是就是歲月在上面造成的 這個記憶是不一樣的 邱大哥除了是室內設計師 也熱愛畫畫 最初承租老診所 本來是想作為畫室 卻意外成了咖啡廳 但也因為如此 這裡在懷舊氣息之外 異文感成了 另一項迷人的特色 甚至有許多偶像劇 都曾來這裡取景拍攝 咖啡廳的二樓 偶像們戲裡的房間 都還保存完整 開放參觀 這樣兼具戲劇感 與文青風的空間 搭配一份用心餐點 更是加分 如果你是喜歡麵食的朋友 沒有問題 在這裡義大利麵 它的口味類別非常…地多 你甚至選不出來 你要吃哪一種 如果你是喜歡米食的話 我則非常推薦大家 常常這裡的燉飯 因為這裡的燉飯 它的評價非常高 很多評語也都很好 我面前的這一道 是黑松露鮮菇燉飯 我真的覺得 點這一道很值得 一般在很多的咖啡廳 點鮮菇燉飯 你會發現說 香菇只有一點點 但是這裡的香菇 是整個鋪到滿滿的 幾乎我都要看不到飯了 它有大概5到6種的菇類 所以你就會覺得 喜歡吃菇的朋友 這一道真的是 非常…好的選擇 很優 上面的黑松露也很大 就是很大一塊 而不是只有小小一咪咪的那一種 我先來吃吃看它的口味 很好吃 有很多種菇 口感就是不一樣 雖然都是菇類 可是大家知道每一種菇 它的香氣 跟它裡面的菇 所散發出來的汁 會不太一樣 所以有很多種類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它的層次比較豐富 再加上 因為大家吃燉飯都會有一個問題 很怕膩 吃到後面你都會覺得好膩 吃不下 可是它這裡做得很清爽 因為它用了非常適量的洋蔥 所以我吃進去 其實那個起司或者是 那種比較膩的口感 是非常…低的 它比較多的是洋蔥 散發出來的甜度 其實我覺得這個燉飯吃到後面 真的也不會膩 值得高分推薦的不只燉飯 這裡的義大利麵 也都是經過主廚精心處理 不但使用特選橄欖油 而且不管是茄汁還是青醬 醬料的調製 都是用天然食材打碎熬煮而成 也成了他們家義大利麵 美味不膩口的秘訣 因為這裡是很多偶像劇的場景 所以也推薦大家 在挑選飲料的時候 可以挑選有一點浪漫情懷的 像我面前的這一杯 藍色珊瑚海 你不覺得它就很浪漫嗎 因為它的顏色就是漸層之中 又有一點透徹… 很像那種藍眼淚的感覺 就非常有偶像劇氛圍 再加上這樣子的顏色 又會讓你覺得整個人鬆一下 因為它就是很清爽 又會有一點來到海邊的感覺 喝下去真的也讓人覺得 通體舒暢 因為它是萊姆口味的 可是很多人會覺得說 萊姆它就非常地酸 但它們調配得很好 它們調配到你喝下去 你不會覺得酸 但是也不是甜的 不是那種甜膩的飲料 就會覺得真的是在海邊奔馳的感覺 因為它上面加的是香草冰淇淋 其實我現在雖然沒有吃到冰淇淋 可是因為它冰淇淋的香氣 有慢慢地融進裡面 所以就有點甜酸…的感覺 非常好喝 這一杯不只是浪漫而已 真的也可以讓你覺得身心舒暢 對於壓力太大 肩頸僵硬的人來說 其實你要從事一些活動 才能夠活絡你的筋骨 並且讓你得到療癒和放鬆 可是我覺得很神奇 有時候你來到一些對的環境 對的地方 什麼事情都不用做 也不用進行活動 你就會覺得 我的氣管也清澈了 我的肩頸也不酸了 像我現在來到這裡 是在中立的一間木工房 因為在木頭的環繞之下 我整個人就覺得好溫暖 好療癒 很溫潤 所以在這裡好像 什麼活動也不用做 只要作者靜靜地不講話 就可以覺得自己得到了放鬆 筋骨也得到了舒暢 但如果我不講話的話 我旁邊的老師 她會非常地尷尬 老師好 是 Windy妳好 不過來到老師這邊 老師真的也一走進來 你就會有一種 好像萬物俱進 你整個人是已經來到一個 很自然 很舒暢的環境當中 這些都是因為木頭的魅力 或者是木頭帶來的影響嗎 這樣說 它是從木頭本身的一種質地 散發的一種氣氛 第二個是因為我們動用了土牆元素 所以土的氛圍加上木的一種質地 的交互呈現 所以產生了這種心思鬆弛的 這種感受出來 不過走進這邊 會發現老師很厲害 就除了牆面之外 真的 橘木所及幾乎全部通通都是木做的 而且是手工木工坊 這個老師是怎麼樣開始 接觸木做的 我其實找我的創作素材 找了很多年 後來我發現說 木頭這個材料 我居然很有感觸 然後我想把它做成家具的形態 木頭有很多種 我發現最讓我有感受的 居然是這些舊木料 它要耗費更多的心思跟工序 它的美才能夠被呈現出來 所以這些舊木料本身 它真的有很多瑕疵 我的責任 我的工作 就是幫它找到它對的位置 它的瑕疵就變成它無可取代的特色 魏老師的工作室 是個結合家具 職人和藝術的地方 雖然他不是學木工出身 而是從事繪畫教學 但他認為 這樣反而能跳脫科舊 有更多獨到的想法 因此在這裡 可以看到許多獨一無二的作品 我覺得來到魏老師這邊 其實走在每一個家具的旁邊 都有一種不一樣的感受 而且我走訪了台灣很多的木工坊 我覺得來到老師這邊 特別不一樣的感觸就是 老師的作品它不只是家具 它放在你家也很合宜 可是拿到美術館裡面去做展出 成為一件藝術品好像也不違和 因為每一件都有它自己的特質在 沒錯 剛好我們就來介紹這一個檜木桌 它最大的一個特色是 它全部都是用檜木的舊料 去拼湊出來的 但是最特別 最讓我喜歡的 是在腳的部分 它是老房子拆下來的舊木窗框料 是因為這些材料本身有它太豐富的 歲月風華跟故事性在裡頭了 包括它的這個溝槽 這個溝槽都是以前窗框在這邊 走動的軌跡 我們把它打磨之後 我也捨不得把這些漆料 全部都磨掉 保留了部分下來 這樣子的呈現讓我覺得 這一個素材本身的故事性 很完整地表露出來了 它在跟人分享我的故事 魏老師希望每一件家具 都能傳遞出故事和溫暖 而自然的舊木也許有某些缺陷 但相對來說也是個性的展現 結合普作美學 就能散發出如家人般體貼的陪同感 在老師的木工房裡面 你會發現它得意的作品 其實非常多 叫老師挑 可能老師還有點選擇性的障礙 不過這一件你一看就知道 它絕對是其一 因為它的位置 在整個木工房裡面 可以說是居中放置的 有一點像正館之寶 或者它是老大的那種感覺 是 幾乎是一個 擋在家具館動線的正中間 但之所以放櫃子在這邊 是因為它已經要送出去 我們希望在送出去之前 讓它在這邊保有最後一次的輝煌 這一個面板 是一個用老風化木料 去做的一個櫃子的面板 其實這兩塊不太一樣 這個是張木板 這個是塊木板 這兩塊板根本就是 兩個不同的用途 但是被我們放在同一塊的 櫃門上面 他們是失散多年的人生兄弟 老師 應該是一父一母的兄弟 但是他們看起來也太接近了 整個就完全能夠 完美合一的感覺 所以這兩塊面板 其實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去挑 我發現這兩塊搭在一起 最協調 我覺得老師不說 它是兩塊不同來源的木板 真的是看不出來 它們兩個彼此之間 應該也會有一種 眾裡尋它千百度 木然回首 那板就在燈火藍山處的感覺 對… 翹到好處 何疑完美的木作品 在這裡腐蝕即逝 這兒不只是家具工坊 也是木作美術館 工坊位在中壢 有些偏鄉間的山東路上 參觀一趟 絕對能吸收到許多創作靈感 大家都知道桃園 有非常多的客家民族 來到這裡 你一定要享受一些客家美食 所以我特別來介紹 客家的小吃給大家 選擇這家小吃 一定有它的原因 第一個 你看 它有排這麼多人 人氣有保障 再來就是 它有非常神祕的地方 什麼神祕的地方 在這裡 這是一個麻糬攤 它有甜…Q脆 鹹 所以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你來吃麻糬 一般我們就會選什麼 芝麻口味 花生口味 紅豆口味的 甜跟甜甜有什麼不一樣 你看到這個 你不是行家 你不知道該怎麼點 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的麻糬 是直接在現場製作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旁邊有人 在吹麻糬 大姐 你好 你好… 你們很特別 你們麻糬 你們看這個真的不是說在作秀 真的是要從糯米粉開始打 打到成形 在旁邊直接現成的 對… 大姐一般看到麻糬 大部分都是說在家裡面做好 然後帶過來 在帶來攤位上面賣 你們這樣子直接在 而且是在大馬路邊很辛苦 為什麼要這樣子 因為你在家裡蒸過來的 口感就不一樣了 因為熱熱的是最好吃的 所以直接在這邊 用銅糯米開始打… 在旁邊直接生 我們都是現蒸 大姐 我請教一下 你們那個口味 我不知道等一下我買的時候 是要選什麼口味 我可以幫妳介紹 甜是什麼 甜就是一般傳統花生粉 對 那甜甜呢 甜甜裡面 妳可以選擇包巧克力或煉乳 巧克力跟煉乳 和麻糬跟花生粉有搭嗎 對…有 很好 口味也很創新 還有一點很奇怪 就是除了口味的顯示很奇怪之外 我看到價錢也很奇怪 價錢有什麼53塊 77塊 為什麼不整數 你們這樣找錢很麻煩 因為這個都是阿婆決定的 就是麻糬的創始人 對…當初客家美食是真的 阿婆怕我會失傳 她會覺得說 這麼好的東西 就是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不但現錘現做 而且做法還很繁複 把老糯米 錘打至表面呈現水痕之後 用一旁的蒸籠 讓麻糬成液態狀 持續攪拌再加熱 這麼珍貴的麻糬 難怪一人限購兩份 也難怪一開攤就大排長龍了 好 拿到了這一份是甜甜 然後我覺得它看起來很誘人 因為它上面撒的花生粉 還有芝麻 非常…地多 他們用料不手軟的 然後切開麻糬之後 就會看到裡面花生醬 有點這樣子流出來的感覺 因為它的麻糬是熱呼呼的 有沒有很像東方的熔岩蛋糕呢 是不是 好 吃到滾到飛到外菜空去了 原來熱呼呼的麻糬口味是這樣的 因為它是熱熱出爐的 所以一點都不黏牙 非常…地順口 然後它也不會很軟 因為你會覺得好像剛蒸出來 是熱呼呼所以是軟趴趴的 不是 它就是這種熱熱的麻糬線蒸出來的 它會不黏牙 可是你吃到裡面的時候 它還是很有彈性 它還是非常就是 有點像你睡到一張 軟衣室中的彈簧床的樣子 然後你以為甜甜會很甜嗎 沒有 因為它用的巧克力醬 所以它的芝麻和花生粉 都是用原味的 然後原味的花生粉不加糖 所以只有香氣 這兩個毒類的香氣 跟那個巧克力好對味喔 它是西方跟東方很完美的融合 然後再加了客家元素在裡面 超級好吃的 真的推薦大家要來嘗一嘗 至於脆甜口味的麻糬 以脆片取代巧克力 並將花生粉換成甜味的 口感上十而軟 十而脆 味蕾忙碌卻也滿足 而且因為脆片的關係 還讓人由衷品嘗到童年的感覺 雖然已經嘗了兩種口味 但以肉鬆為主要搭配的 鹹麻糬也很特別 讓人忍不住還是要嘗試一下 我覺得鹹的 它是比較有一點傳統味的感覺 雖然它也是 因為加肉鬆 你也會覺得是很創意的口味 可是因為它是鹹的 肉鬆再加上香菜 跟也是一樣 它雖然是鹹的 還是有撒花生粉跟芝麻 但是加進去你就會覺得 它很像那是古早味的早餐 那種感覺 然後非常地香 其實我覺得 是因為他們的麻糬 本身就做得很好 所以搭什麼 你都會覺得不違和 每一樣東西搭在一起 都非常地對味 因為這個麻糬本身 就有糯米的香在 再加上溫熱的Q度 你就會覺得 跟誰搭都非常合適 沒有問題的 連傳統的薑汁麻糬 客家牛吻水 在這裡也變得很特別 夏天的牛吻水可以喝冰的 溫軟的麻糬被冰飲浸泡過後 外層會變得更有彈性與口感 不過這間位於中原夜市入口處的 客家麻糬 一週只有營業五 六日三天 限量製作 賣完就沒了 想品嘗 可要抓對時間多點耐心 今天要帶大家進行一些油塵 來解決你身體疲勞 底扣扣的問題 看我躺在這邊 你一定覺得 是要有人幫我按摩 不 如果是這樣子的油塵的話 那就太普通 太一般了 其實有時候你的疲勞 底扣扣 不見得是你需要按摩 而是你太少動了 你應該要動起來 動起來之後 你的身體肌肉 才可以完全地舒展 所以我帶大家來到這個地方 讓你的身體動起來 這裡是哪裡呢 你可能覺得是一個度假中心 或者是這是一個戶外遊樂場 這是一間汽車旅館 但是這個汽車旅館非常的妙 這間汽車旅館 你看它有這樣子的戶外空間 可以讓你坐日光浴 你在都市裡面 就可以坐日光浴了 同時它有一個很棒的設施 就是 滑水道 在這裡 這個滑水道 它就在汽車旅館的房間裡面 是你專屬的滑水道 所以你在汽車旅館入住的時候 或去休息的時候 你就可以一直玩滑水道 一直泡水 透過玩水這個過程 讓你的肌肉完全舒展 這也是一個解決 疲勞頂操操的方法 來喔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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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滑水道房 滑道可以盡情玩 水池旁也有景觀椅 夏天 冬天都可以暢游 另外還有巴黎島風格的房型 除了度假慵懶氣息 也有水池可以稀稀喔 你想要放鬆你的筋骨 除了水上活動之外 你也可以利用路上的活動 就是打高爾夫球 你們有沒有覺得很誇張 來到汽車旅館 竟然可以打高爾夫球 你看在這個房間的外面 就有這樣子的一區 國嶺 這個國嶺 雖然不是完整的球場 可是它也可以讓你好好地 練習你的球技 現在來到汽車旅館 真的 你的休閒方式 非常地多工 非常地負荷 除了一般印象當中的住宿 或者是睡覺 休息之外 你還可以好好地利用很多的活動 達到寓教 娛樂的效果 看我一乾淨洞 有 什麼 太略酷了 高爾夫區雖然不大 但也足以讓左打 右打 都進不了洞的Windy 好好練一下推桿了 而且國嶺的旁邊也有小型泳道 水路包辦 這一間名為總裁的房心 也太奢侈了吧 這個房間的氣勢 它是從室外一直延續到室內的 你看到了室內之後 它整個空間還是非常地氣派 然後長桌 很有開會的感覺 真的就是總裁房 這個空間更是讓我嚇了一跳 天啊 也太大了吧 不只寬敞 而且它的整個設計 感覺就真的很有總裁的氛圍 因為就很像那種高峰會 或者是公司高層 要開祕密會議的時候 我的部下都坐在下面 然後總裁就要在這裡來回舵步 為什麼要來回舵步 因為對於這一季的業績 感到非常地不滿意 我一秒鐘幾十萬上下 你們KPI這麼差 公司怎麼營運 你們再不好好努力 業績再不提升 股票再不回漲 通通都給我回家吃自己 大到像總裁會議廳的空間 其實是三五好友可以一起開趴 歡唱KTV的大廳 室內外超過百平的寬敞空間 真的可以有多種玩法 一定要相約好友一起來的 我覺得要放鬆筋骨 來到海邊真的是最好的方式了 今天來到觀音海水浴場 就會看到大海 整個人心情就舒暢了起來 踩在沙灘上 也覺得整個筋骨都放鬆了 好開心 我要感謝我的好朋友 約我來一趟海灘之旅 Gary 謝謝你 嗨 Windy Gary 我跟妳說該帶的東西 我都準備好了 妳看這個好可愛 有沒有 對 還有其他的東西 好好吃 對…Windy 等等… 妳帶這些東西做什麼呢 我帶這些東西 因為我們來海邊 來海邊享受 放鬆 不是都要做日光浴嗎 不… 我們今天不是來做日光浴的 我們是來參加 斯巴達路跑障礙賽 斯巴達路跑障礙賽 對 沒錯 它就是一個在美國 擁有多年歷史一個 路跑障礙賽 它比照美國特種部隊 海豹突擊隊的一個訓練方式 下去創造的比賽 對 它有攀牆 跳躍 步步前進等等 等一下… Gary 你哪邊看得出來 我有海豹突擊隊的特質 OK 不用擔心 這個是它強度不會那麼高 所以你就是輕鬆過關就好了 可是我們今天明明 你說來海水浴場這邊 就是要放鬆筋骨 你參加斯巴達障礙賽 這個跟放鬆筋骨有什麼關係 因為現在的人很多都是 長期不運動的 所以他們的筋骨都會非常僵硬 我們就是透過這樣子的運動 去放鬆筋骨 去打開我們的筋骨 但是這有點越積打快 對 我們這樣獨立去完成 真的是可以的嗎 沒有 我們已經準備好一個團隊了 所以你不需要擔心 我們只需要一起努力通關 這樣就好了 你有幫我約一個團隊來是不是 對…他們在哪兒 我們來團隊在那邊 OK…我們去找他們 好… 想成為斯巴達勇士 可以參加有25項以上障礙的 Super超級賽 也可以嘗試20項障礙的 Spring 衝刺賽 甚至還有KISS小勇士族 看著這些小小身軀熱血往前衝 攀爬 匍匐都難不到他們 Windy的動力也都跟著被激發出來了 趕快和我的隊友會合 一起擰定戰略 來場完美的團體作戰吧 加油… 加油… 好… 往下比較容易 對 往下… 謝謝 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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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會… 不要這樣… 謝謝阿倫哥 謝謝… 接踵而來的關卡 則是碧莉考驗的開始 這些可是如假包換的砂石 絕不是保麗龍道具 有 估計一下就是你這樣子男生的 重量是多重 大概15公斤吧 那女生嗎 女生 應該也太10公斤吧 還好平常在家有抱小孩 後面有石頭 地方媽媽的實力不容忽視 米若想找好粗工 這裡有很多表情痛苦的候選人 比賽才進行不到1 3分之1 Windy的二頭肌 就已經全面甦醒了 這是很危險嗎 太危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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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關有點像攀岩 可是你知道 這種攀岩對我平常的攀岩來講 可能是不算很好 因為它距離不長 可是因為剛剛抱了那個 負重這樣子走了一大圈 這邊現在都沒有力氣了 背肌有出來了嗎 踏上斜板才發現 這道關卡比看起來更難 因為下半身完全沒有踏點 而且木板比預期的滑很多 光是靠手抓住攀岩塊或鐵鍊 幾乎就會耗盡所有的臂力 這個更難 這是斜的 我的天啊 可以… 我們這邊要討論一下戰略 好… 因為剛剛經過的兩關 是很套手臂的力氣 現在這一關你們看到這個木板 它是有一點傾斜面的 就是說你在爬的時候 它是不符合人體工學 你是要往後對抗自己引力 謝謝Gary 我們這邊是不是要 靠團隊合作 我們現在的話就是看 等一下要看誰先過去 然後拿後面的一把 後面的拳 然後我在後面推過去 看到一群人 城區截隊扭曲打結在大鞋板上 就知道這關即使用團隊戰略 也不好應付 上了右下再調整棒次順序 我們才找出破關方程式 好 腳 好 右手卡住 腳先上對抗這個 好 OK 好 Gary接… 我們剛剛把話題就引過來 妳要用手 妳要用手 我剛好推她去 先給她去 對…這裡用手 用手中她這樣 好 我真的要重新 好… 她要重新 好 好玩 今天這個玩 對啊 好玩喔 對啊 這邊 這邊 好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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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這邊 好玩喔 耶 好玩喔 耶 好玩喔 耶… 好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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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結… 團結…就是力量 互相幫忙之後 本團隊感覺士氣高昂 不管下一個關卡是什麼 全力衝刺吧 1 2 1 2 斯巴達勇士們繼續努力往前 比賽進行到正中午時間 高溫也破表 雖然Windy很想跳進大水池裡 降降溫 但如果這個水池選擇是泥漿 也未免太讓人為難了吧 我了解了 很多以前的朋友前輩 他們有參加過斯巴達障礙賽 他們都說如果你要來玩這一場 你要準備全身的衣服鞋子 都是你想要丟掉的 因為比完這場比賽 你全身都會報廢 包括你人也會報廢 如果你以為斯巴達關卡 只是走進泥池裡 那就錯了 真正的大障礙 是在碰到這片木板時 得完全潛入泥漿中 由木板下方出來 一想到掩耳 鼻口 都得被泥漿入侵 就覺得心理障礙超大的 那個空間的空間 你装置得很不錯 你装置很容易 你装置超大的 你装置得很快 你装置得很快 好快 你装置得很快 你装置得很快 對 還有水浪好快 還會不會有垃圾 先 sig我装置得很快 有垃圾 再去 這場比賽 learn 太棒了 你們不來的話 你這一生絕對超級遺憾的 你這種熱愛戶外遇到的朋友 來吧 快來 快加入我們 太High了 你這活動 而且現在才一半而已 他很累… 你瘋了 我過完是結束 事到如今 也只能這樣哈哈大笑 苦中作樂了 畢竟後面 還有很多道障礙等在那兒 再一次 加油 加油 再說一次 你要好之功嗎 加油 好像好難 好像有點難逃 可是上去我從你還在抓一次 我都沒有爬 他沒有被你卡住了 對 好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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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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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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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系的 小兵你來 不要 小兵你來 我已經結束了 不要太多了 這個是女生的而已 小兵 不要說主持人在做效果 好重 拿用妳手給她看 你走過去再走回來 有重對不對 對 很重 這很厲害 Windy的手臂被25公斤鐵球折磨完後 還得忍受匍匐前進中 硬土 雜草與樹枝的摩損 我到底是來拍外景的 還是來當兵的 難道這就是所謂的爆笑國家 不分男女嗎 我比利的我都無霸 是我的大弱象 因為你知道我平常都是 跑步騎車比較多 跑步騎車就是比較用到大腿 還有爬山 所以我比利真的是大弱象 所以 所以呢 所以就是全力以赴 好好地跳波比跳 這種魔王型關卡 就是要請出Gary來撐場面 你看看 專業教練不愧是專業教練 輕鬆通過 反觀Windy 只能用30個波比跳處罰 來交換過關了 欣喜的是 來到這裡就表示 只剩最後一關翻山越嶺 爬過去 終點就在眼前 完散了 全員完散 大家好棒 Gary超優的 如果沒有Gary 我們真的很多關應該過不去 你們覺得如何 半身最嬌小了 其實有一些板子 對我們來說 譬如說150公分 對我們來講 我們是要跳一下上去 對她來講 她身高就是150公分了 是跟她一樣高的 妳自己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 在跑的時候還滿… 滿難的 可是現在跑完感覺很好 妳有想要跟妳姐翻臉的意思嗎 沒有 剩一次就好了 我不翻臉 但是這一次我原諒妳 也沒有這樣一次了 這樣一次 那妳有想要跟妳姐翻臉的意思嗎 沒有 我的話 我這一瓶油 我覺得我已經燃燒殆盡了 老大很開心嗎 有 很開心 下次再約你們再來嗎 沒有 要考慮一下 好啦 大家很開心 選人完散 大家一村這裡